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1年11月22号 周一晚上的7点35分 本周五休市 所以本周是一个交易短周 只有四个交易日 看上去少了一天 市场好像有那么一点着急 周一开始这个市场的波动 就不算特别的小 上个星期咱们说过 纳指100里边的大科技权重 一直都是顶着整个的大盘 所以纳指100也是一直在领涨市场 那么今天整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今天纳指领跌 在整个纳指100里边 只有28只个股上涨 咱们看到从个股的层面上 在这些市值靠前的这些公司里边 这7个大的市值权重里边 只有苹果和特斯拉在上涨 其他的像什么NVDA Google Amazon Facebook 都是在领跌市场 有的跌幅还不是特别的小 平均跌幅都超过了1% 所以尽管咱们看到 今天的指数层面 标普500里边有283只个股上涨 很明显超过一半 但是今天的指数标普仍旧是收跌了 这就是大科技大权重的力量 所以现在市场的指数的好不好看 涨的跌多的少 涨的多还是跌的多 完全取决于这些大的权重股的表现 那么今天表现最好的指数是道指 道指里边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个股 有20只个股上涨 罗素今天的表现仍旧是一般 还是没有止跌 依旧是今天是往下继续小幅下挫 跌了0.43% 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如果从一些科技类的成长股身上来看 今天是继续被学习 大家看到这里的成长股科技类的 科技属性类的 很多是没有盈利的 比方说概念性是成长的这种预期比较强的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今天都是暴跌 你看就随便拉一拉往下面是一片血红 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惨淡 那么今天如果从板块上来看 其实能看到 在上周领涨的消费 非必需品和高科技今天是领跌市场 那么在上周尾的时候 能源和金融这两个领跌市场的板块 今天由于国具原油价格 以及国债收益率的上涨 能源和金融领涨市场 所以这个市场现在的风格是一天一变 市场的整个的持续性也不是特别的强 如果大家想抓住每一个板块的这种所谓的短线机会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除非你是每天日内盯着 盯着一点点的看 从分视图看起 从盘中一点点的看起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 都并不是全职在做投资或者炒股 也不会说整天都盯着 而且本身我个人也不是特别推荐 持续不断的去做盯盘 因为其实盯盘效率并不是特别高 盘前一般的时候 开盘一个小时收盘一个小时 然后中间如果有一些特殊的会议 或者一些数据的话 大概就在下午两点钟 大概就这么几个时间段 会波动稍微大一些 或者说有一些资金的表现 其他的时候其实盯不盯 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好 这个就是关于板块今天的一个大的表现 那么从今天整体的 还有一个消息是美联储的人选方面 鲍威尔这边是再次被提名连任了美联储的主席 之前和他的竞争者布雷纳德是被任命为副主席 两个人都挺好 对吧 这个另外一个从李氏任命为了副主席 也算是给他加了一个帮手 所以靴子落地之后 今天整个的市场反应就是 美联储的政策的连贯性没有受到冲击 所以市场我们看到路径依旧是缩债 然后是加息逐步的去收紧政策 咱们也看到在国债收益率这边 今天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涨了0.18% 来到了1.632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国债收益率一涨 对于各类成长股的打压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预计后边这些成长股的日子都不是特别好过 特别是那些被高估比较多的市场 给予非常好的一些期望的 认为成长性非常高的 因为一般我们说在国债收益率这边一涨 在DCF模型里边 它会拉低它的估值水平 就对于远期的现金折现到现在来算的话 现金会变少 就是说未来的钱 然后放到现在来讲会更加的不值钱了 所以会影响他们的成长股的估值 当然对于市场整体来讲 加息的消息肯定都不算是特别的 说是一个利好消息 特别是在第一次加息的时候 通常对于市场的冲击比较大 除了金融股板块以外 金融板块算是一个基本面上的一个支撑 好 这是对于整个的我们说成长股 大家需要去关注的 特别是刚才讲过那些这种 就是这种成长股 就是还没有盈利预期的成长股的打击 可能是最大的 但是对于有一些成长股 比如说像半导体类的 类似于像阿斯迈这种 尽管它也是龙头 尽管它也是龙头 但是由于我们说它的估值水平 大家给的非常的高 预期打的非常的满 所以预期后边像这样的 即便是行业龙头类的成长股的估值 也会受到压制 长线仍旧是缓慢螺旋式上升 震荡上行为主 长线就是比如说 一年两年半年以上这种长周期 仍旧是以上行为主 毕竟市场的需求 和整个行业的需求和热度在这摆着 但短期暴涨的机会 确实会越来越少 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需要注意一下 另外对于整个的成长的科技股来说 除了国债收益率飙升导致的 我们说估值下滑 大家看到的成长股集体暴跌之外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对于大家 对于整个的增速 成长股增速放缓的一个担忧 比如今天披露的财报的Zoom Zoom这边今天披露财报之后 我们看到盘后也是非常的波澜壮阔 开始是涨 后来又收平 然后又开始暴跌 就是盘后这个振幅都非常的大 所以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各个财报看上去不是特别好吗 怎么会盘后还暴跌了这么多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增速 正好拿它出来和大家讲一下 关于这个增速的问题 首先我讲一下关于Zoom的财报 它的财报的营收是10.5亿 同比增长35% 另外这个是高于预期的10.2亿 那么EPS这边的非GAP和GAP 都是超出预期 达到了1.11亿 预期是1.07和1.08 同比增长是11%左右 好前瞻也给的相当的不错 前瞻这边是对于下个季度 预期收入是15.1亿到15.3亿 然后非GAP的EPS是1.06到1.07 那么市场预期的是10.2亿和1.05 截止到下个季度的整个财年就会结束了 那么整个财年的收入是在40.79亿到40.81亿美元之间 整个的非GAP的每股收益是4.84到4.85 这个都是高于之前市场给出来的预期的 之前的预期是40.01的营收和4.75到4.79的每股的EPS 但是我们说前瞻给的很好 是吧也不错 然后营收本季度的财报也超出预期也不错 然后增速也去到了35% 那它的目前的估值是什么情况 是这样的 首先本季度的估值是200到300 仍旧是非常宽的一个估值 没有办法 因为股价变化的问题 包括EPS也在变得特别的多 所以这中间的标准差就比较大 所以是200到300 但这个我是基于行业内的40到60倍的一个水平去给的 就是低40倍高60倍 所以你如果中间你自己认为把它缩小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按照平均水平给 给低位肯定会安全一点 给高位就给点溢价 所以你可以算成40倍到50倍 那就没有这么高 上限不会到300 你也可以把下限变成30 那么它就不会到200 但是这是一个中位数的一个水平 那么整个四季度EPS超预期 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 尽管四季度的前瞻是超出预期的 但它同比去年是下滑的 而且年度前瞻是4.85 前瞻的估值就是194到291 同样是基于40到60倍的一个PE的水平线上 好 那它的问题在哪里 刚才说讲过增速放缓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说一家成长股的好坏 通常我们财报好于预期只是它的一方面 或者说它应该表现出来的就是财报好于预期 因为预期其实可以给的很低也可以给的很高 如果给的一个很低的预期 你超出是合理的理所当然的 但市场期待的是什么呢 期待的是你的成长性是否还保留 因为现在大家给的你的是一个高溢价 对不对 现在给了你一个高出市场平均PE水平的溢价 就是希望你未来的增速特别的快 抵消掉高PE的影响 这样从远期看起来你的PE不高 是这么一个逻辑买的是一个未来 所以要不要为未来买单 主要取决于你现在的增速给出来的财报 到底是不是一份成长预期非常好的财报 好 我给大家简单还是来算个账 这里边我给大家其实列出来了一下 它的营收的一个增速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营收的增速同比的 我这里列的年度是指的是自然年度 你如果按照财年上方这个2020年 是zoom的2021财年 这里我便于大家理解 就都写上了自然日历年的年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营收增速 下滑的厉不厉害 20年的Q3自然季度是增速 同比增速366% 到了Q4增速是368% 这两个季度都保持非常快的增速 21年到了一季度的时候 是191的一个增速 其实这个增速都是很好的 这是三位数的增长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暴大式的增长 如果它持续能维持在三位数以上的增长 那肯定是肯定不止这个价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但是我们看到从Q2开始 它是增速来到53% 其实53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们看到本季度已经跌到了35% 营收增速已经去到了35% 而且本季度的EPS的增速 只有11%左右 这对于一家成长股公司来讲 实际上这个数字 和以轻盈利的很多 我们看到的平常 股价非常稳定的价值股的表现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说价值股的表现 通常是不是有一个 10%几到20%的EPS的增长 那么它作为成长股来讲 它也才只有11%的EPS的增长 和35%的营收增速 那它怎么样让大家把它 放到那个大的框框里去呢 认为它是增速较快的成长股 而给出高溢价呢 所以这个就主要是什么 增速放缓的一个预期 市场不愿意付出那么高的溢价 来对待它 那么付出的是多少溢价 就是我说的 40到60倍的 这是一个平均行业水平的溢价 如果去到40倍 你按照前瞻的年度估值到 一季度截止的话 应该是194块钱是它的下限 所以现在是200S5 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在这个范围之内 而且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市场给它的价格 你看它在跌 是因为它没有办法 给那么高的一个PE了 或者说没有办法 大家认为它还会高速成长 市场普遍预期它的增速会放缓 回到一个正常水平 这个正常就给它一个正常PE 正常PE就是40到60倍 那就是只能给到这么多 给不了70 80 90 100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逻辑 所以你要说你怎么看待它 如果它的每个季度的增幅 真的只是维持现在这个现状 OK 那很容易理解 那它就按照正常的行业的平均水平 去估它就好了 那它的估值下限就是在199附近 在200块钱附近 年度就是在194块钱附近 这是它维持现状的情况下 仍旧保持EPS增速在11%左右 到20%之间 那就当成一个价值股对待了 大家能明白就是价值股 就不是成长性很快的成长股了 估值就没有那么高 溢价也没那么高 如果它后面继续下滑 连11%的EPS增速都给不到了 市场逐渐的在萎缩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出现 继续下滑的情况 因为它EPS增速达不到 它这个PE40倍 可能都不会给到它了 所以你是否还会去持有Zoom 完全取决于你对于未来它的增速预期 你认为它这个行业 疫情大家好了之后 回去上班了之后 还有没有更多的人 还是愿意在上面付费来进行购买 它的视频相关的一些活动 还是说现在由于疫情已经有大量的办公方式 或者上学的方式被彻底和永久的改变了 它的市场份额会一直保持下去 只不过增速没那么快 但是稳定保持现状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你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去布局 对吧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 所以完全取决于你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怎么样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认为如果它真是掉到40倍 40倍以下的水平的话 它都已经变成价值股来对待了 我倒不觉得它是一个被高估了特别多的 如果按照现在的增速去看 我倒觉得那个时候可能你再去杀跌它 可能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如果它真的是下个季度 又出现到了1月份的时候 给了一个年度前瞻 前瞻里边说到了明年可能会挑战更多 可能会客户更少或者说增速更缓慢 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它的故事也就讲完了 因为疫情带来的整个的增长 它的故事就结束了 大家就会华丽的转身成一家价值股公司了 好吧 所以大家对于它来进行长期远期的 这个基本面 你要有一个这种样的一个判断 但总之 大概目前的几个参数的状况 和它的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你看好它的长期 仍旧维持在11%到20%的一个增速 199到223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估值40倍的位置 如果你认为这个都达不到 那这个地方你都更也都不应该买 你应该在199下方再去考量 因为之前上方的234到240270这个位置 在本季度的财报下披露之后 已经不值那个价了 因为那个价格大概是在70倍的PE水平了 已经远高于估值上限了 所以估值被下调了 好吧 所以这是对于Zoom的一个看法 很多的成长股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之前增速非常的快 后来增速开始非常 就掉的特别厉害 导致整个的这个估值水平往下掉 所以大家研究你自己的成长股的时候 也可以拿出它的这个历史的数据 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这个数据的对比 好 这是对于Zoom的一个看法 好简单来讲一下我的一个持仓股里边的 一些变化 有一个计划外的减仓 其他几个都没有变化 之前像PayPal像MA像FDX这几个 包括其他的该减的减的 我们在上周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就不重复这几个 今天讲的是哪几个呢 讲的是苹果 今天的苹果是计划外做了一个减仓 减仓的目的主要是想做一个滚动 因为今天有一个比较好的减仓机会出现了 那么我一看出现了这种形态 也是属于滞涨形态 至少是见不见顶咱们不知道 或者说不确定 但是至少是一个滞涨形态了 因为一个冲高之后的一个放量下来 而且在盘中的时候是打掉了 中间这个地方有 其实有一个跳空的一个小的 一个小缺口交易的 我也是在这个地方跳空打掉之后 在这个地方去做了一个减仓的动作 一看尾盘 杀跌杀的这么厉害 最后这么10分钟杀下来 所以我一看在这个地方 就做了一个减仓动作 减的也不多 减了1% 162.4的一个位置 减1% 持仓成本4%的仓位 101.2的一个持仓成本 减完之后是在下面会加回来的 会买回来的 滚动掉的这个1%的仓位 下面再去买回来 预计买回来的位置是在155的下方 具体点位 我会根据市场的情况 155到153到155可能会买回 然后更多的加仓位置 应该会在这些地方的下面 这个加只是买回1%的一个滚动 更多的加仓 未来的加仓 还会再去布局更低的一些位置 如果有机会给到的情况下 所以滚动的目的 前提还是说 我希望去降低我的持仓成本 希望避免出现什么呢 出现一些非常剧烈的一些波动 还是对自己的持仓进行一下保护 毕竟我们说 什么样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吧 就跟之前我们说 PayPal一样 PayPal最早期建仓的时候 我说200块钱附近 是它的一个安全成本区域 当时的股价还高高在上 非常高的时候 我说做到200 做到200 结果黑天鹅一发生 200它都变得 看上去还在往下跌 对吧 还在往下掉 这是什么 这就是黑天鹅 这就是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只能够通过不断 它在上行周期过程中 能够有机会 给到贪薄成本的机会 那我就抓住这些小机会 抓住就好了 很多人又会问了 减掉之后 160不跌了怎么办 又继续涨到180了怎么办 不怎么办 4%的持仓继续获利 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只是 全部都是通过保护利润 和降低持仓风险的 一个角度来考虑的 因为市场的风险 什么时候爆发 哪天爆发 如何爆发 以什么样的这种猛烈程度爆发 咱们没有办法完全预测 但是仓位在自己手里 资金在你的手里 对吧 买卖案件都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可以在平常的时候 做出一些规划 当然你也可以综合考量 你个人的这种持仓行为 你做5年持有 你不看短期 那无所谓 你管它涨跌 5年以后 它涨到了170 你也是正 对不对 但你也无所谓 5年以后 它跌到100块 然后你再把它放5年 它又回到了200块 也是一样的 就从这种情况 长期有长期的做法 短期有短期的做法 我是长短结合 短期拿部分仓位做滚动 长线把仓位做低以后 为了这些仓位更稳定 更好地去长线持有它 好吧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思路 不代表任何的看空 或者说一定看它怎么样 只是一个这种仓位的 一个调整而已 这样的话 让自己的持仓变得安全一些 毕竟现在苹果的PE水平 和它不说久远了吧 和1819年的PE水平相比 其实已经高出很多很多了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它的历史PE水平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 很大的一个回调 回调到历史平均PE水平 但是一旦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可是这种杀伤性就非常大了 好 这个就是简单的和大家做的一个更新 好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 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